大家好,我是Dan 2017年以台亚成员出道后退团 2022年以VJ开始活动的前台亚成员Somi 2月28号被检方求刑一年了 2023年Somi向警方报案 所属公司代表在公司试图对他做坏事 但是在警方进行调查后 对此案做出了不起诉处分 对于警方的决定 Somi提出了异议 根据韩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一旦受到异议 警方必须在案件转交检方 因此按照Somi的申请 这起案件最终由检方负责调查 检方在接手案件后 进行了广泛的证据收集 包括监控录像 手军通信应用中的对话 以及录音档 透过对这些证据的综合分析 检方认为公司代表B某 没有试图做坏事先议 反而是认为 A某因为被公司代表拒绝 其要求与女友非手而心生不满 进而对他提出了虚假指控 因此检方对A某进行了误钩罪的调查 根据检方表示 在事件发生当天 两人是在双方的同意下进入办公室 但是他们没有发生坏事就离开了房间 此外A某先签声称 他推开B某并从办公室逃跑的陈述 也与实际情况不符 审判当日 孙女表示 我不希望公司代表受到惩罚 但也坚称 不能接受公司代表声称 是在双方同意下试图发生坏事 或因为我要求他与你有分手而怀恨在心的说法 对此检方提交了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 作为无辜指控的证据 影片中显示 索米和公司代表从房间慢慢走出 随后在办公室内自由走动 并与公司代表拥抱的画面 因此检方以诬告罪 对索米求刑了一年 宣判将于3月21号上午10点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认为应该要承担 如果不是诬告的时候 公司代表可能会收到的刑期一样 如果不是诬告的话 代表只会被判一年吗 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承担 如果不是诬告时应该收到的刑期 这样才不会轻音冤枉别人 所以目前一审的结果是 因为优惑公司代表失败 处于报复心里尔尽情无垢的 作为台雅的粉丝老师说 因为中途加入活动时间也短 我觉得她损害了台雅的形象 所以我不是很乐观看待她 但是持续接收到不偶的消息 心里感到不舒服 她还很年轻 重新开始一点都不晚 我真心希望她能正确地把握自己的心 努力快乐的生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NCT Taeyong的传奇粉丝 NCT Taeyong已兴取TIP回归后 一位粉丝就这样拿着牌子到处走动 拜托大家听一下TIP 并非常努力地跳舞宣传 就连 Taeyong本人也因为感激 说要找到这位粉丝 想要送她一个礼物 而在这位粉丝的努力下 Taeyong的兴取TIP 进入了美罗哈板排行的98位 Taeyong的Solo姻缘第一次进入前百 真的谢谢大家 也谢谢那位传奇粉丝 也谢谢Taeyong 如果我是歌手真的会感动也会流泪的 哇真的是全力以赴的追星啊 既然决定追星 就应该这样全心全意地投入 真的太酷了 所以说真爱真的能让人变得无比勇敢 这位粉丝根本就是看得到的爱 行动上的爱 如果我能感受到有人如此深爱着我 坚定地支持我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 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更灿烂 让粉丝们感到自豪 这位粉丝的爱真的令人敬佩 好羡慕 T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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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on me Tapping on me T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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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g on me Tapping on me T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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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TapTap T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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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